在我国SUV市场为了在进口品牌的重位中求得一线生机 我国自主品牌也着实花费了不少心血 不断提升的技术实力以及富有竞争力的价位 都让自主品牌有了快速崛起之势 我国自主品牌SUV车型在过去的一年里都有了不错的市场表现 其中最为亮眼的当属哈佛H6 随着这款车型的全新上市又会带来怎样的表现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外观方面 原本中规中矩的H6随着新款上市 反倒走上了时尚潮流路线 给人已焕然一新的感觉 虽说只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不但没有败笔的感觉 反倒是一次成功突破 六边形进气格杉 凸显出强烈的年轻时尚气息 全新的H6空间感也是非常充足的 即便你是个180的高个 乘坐也不会显得局促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内饰方面 和外观一样 新款H6内饰方面一给老且横球的风格 不管是在选材 还是工艺方面 都有一种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气息 很显设计感 全糖素工艺都可以与合资品牌车型相媲美了 9英寸的中控大屏也更显高大上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动力表现如何 新款H6 除了沿用原来的1.5T涡人增压发动机以外 还额外提供了一款2.0T汽油发动机 供客户自主选择 1.5T发动机的峰值输出功率 以及扭矩分别为150马力210牛米 搭载6速手动或自动变速箱 2.0T发动机的峰值输出功率 以及扭矩分别为197马力315牛米 搭载7速双离合变速箱 原版H6已经凭借着细腻的内饰细节 贴合国人审美观的颜值 以及丰厚的配置 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为其火爆的市场人气奠定了基础 随着哈佛H6的全新上市 综合表现也是更加精进了 想必这款车型市场表现 也会更加亮眼吧